网传宣誓书只有马智里签署,无条件下支持安华出任大马手下,最新爆料,华哥又再多一名猛将支持,马智里被判蹲马,这下又有戏看了,若属实就应给马智里一个做出明智之举。 一份最新的网传宣誓书曝光,传马智里全力支持华哥认相,身份证号码都有另外,消息称,马哈迪一知道这个震撼消息后,他已立刻,就在国家斗士党,昨天宣布,推举该党主席马哈迪第三度认相之后,如今再有一份宣誓书曝光,传出指,该党的国会议员马智里,将全力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出任大马首相。 这位在今年一月,选择向前首相马哈迪辞职的,前教育部长马智里,如今,他又被网络上传出一份,由他亲自签名的,支持安华任相的宣誓书。 根据S. Joe Awani,引出一名来自斗士党的消息人士透露,这份署名是来自斗士党新邦令金国会议员马智里。 尽管如此,此消息未得到当事人证实。 根据Malaysia Now,网媒上周六爆料,马智里被指控提供宣誓书是SD,以支持安华出任大马第九任首相。 这位自称是斗士党的消息人士透露,马智里选择支持安华任相,或将导致他与该党主席马哈迪的关系破裂。 马智里的行动,将进一步加剧他与马哈迪的关系。 根据这份宣誓书只有一页,为10月9日所签署,上面注有马智里的签名和身份证号码。 根据Malaysia Now,引复消息人士表示,马智里在宣誓书中对安华表忠诚,并且愿意在无条件和没受威胁的情况下,支持安华担任第九任首相,直到下届大选。 根据这份宣誓书,马智里已已准备好入宫进建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。 在上周五,马智里还以国家斗士党的身份,向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汗,提成有关对慕尤丁投下不信任票动议。 该网媒引述斗士党的消息来源指出,如果马智里真的支持安华任奖,那么,这位新邦令国会议员的举动,非常令人震惊。 这是因为,安华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告知,他所掌握的支持人负名单里,不包含国家斗士党的国会议员。 此外,消息人士还说,目前马哈迪的办公室试图与马智里取得联系,已就此事做出解释,但消息称,至今还未能联系上马智里。 消息人士告诉Astrel Wangney,直到现在,马哈迪的办公室仍被与马智联系上,已进行进一步的澄清。 马智里向来是马哈迪的忠实支持者,他也是创立的国家斗士党的幕后推手之一。 在今年六月,马智里曾表明,公认党主席安华与马哈迪必须再度联手,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,但达不到国会所需一百一十二名国会议员支持,以确保简单多数票执政。 当时他相信,如果马哈迪处理得当,可以获得一百四十八名议员支持。